如果說第一次上台說是非常好的 因為很多人都會震撲到哪裏 說說又不知做了什麽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回應 是很流暢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 我鼓勵大家都是 因為我鼓勵大家發揚神聖誠來講信息 就是經常被人看到神的尾線 而要顯出神的尾線 最好有反面 以及人的例子來形容 讓人感受到 因為重點就是在愛裏沒有懼怕 神的愛裏面是沒有懼怕 那你想要留在這方面 你有講平安 但平安 你就沒有賴平安和懼怕有什麽疙瘩 有一點點 但不是很清晰 最好就是整個圈道一直說 經常都保持那個主題 我鼓勵大家多說多些 就是神裏面那種的 這種的盛情 祂那種完美的愛 那種愛裏面沒有懼怕 但我們來說 我們不知道神那種愛是去到什麽程度 但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 例如先知有神的同在 或者神的仕途 門徒 當他們有神的同在的時候 他們真的不怕 例如先例犯 不怕的 人死都不怕 為什麽他們不怕呢 因為神的裏面 在神裏面有神的愛 那個人就不怕的 用一些實際的例子 例如我聽過一個很久之前的例子 有個小朋友說他信耶穌 他回教堂信耶穌 接著回家 家人說他拜偶像 他不拜 他說信耶穌不拜 那些家人就覺得 為什麽小朋友 為什麽堅持 為什麽特別 結果他帶了整家人信耶穌 這個情況當然 有些情況就不是這樣 但他就不怕 他信耶穌之後就不怕 我們都見過很多人信耶穌 他就不怕 他就真的很有勇敢 亦都很有愛 即是說形容出 我們可以怎樣對比呢 用人的反面例子 或者人的正面例子 如果你聽過我講 《法揚神聖庭》 《廣道法德》 講到人的反面例子之下 有些人很害怕 什麽都害怕 做什麽事 不敢跟別人說話 和兩夫妻不敢說 說了不知怎麽算好 一說 忍無可欣 但未爆的時候 總不能夠說出 我想你怎樣 你這樣做我很開心 這都是勇敢 勇敢不一定要大聲 這個勇敢但可能就沒有 但在神裏面 我們就可以勇敢 能夠和人溝通 能夠勇敢去為神作見證 不怕人的抗拒 形容出人的反面例子 有些人很害怕 但在神裏面 真的可以勝過這些巨派 因為神是不害怕的 在神來說 凡事都能 也充滿愛的 所以當人在神的愛裏面 就很有信心 像我那樣 神推動我 因為我看到神真的凡事都能 那些人經常找我 譬如昨天有一個人找我 他說 我現在很迷糊 自從被邪門搞了之後 是夢查查 是說話不清楚 想話不清楚 但一奇妥 整個都鬆了 又看到異象 又聽到神的聲音 我看到神裏面 真實神的愛 我裏面是沒有懼怕 所以有人有什麼問題 我又說你來 我又說你祈禱 我會有這個信心 就是因為神裏面 是沒有懼怕 因為神裏面 他一點都不怕 什麼困難來說 在神裏面是完全沒有困難 那當我們神這種愛來到我們身上 我們都會 什麼困難都不怕 因為我們知道 在神凡事都能 即是說 當我們有這個神的聖情 將 要是用人的反應例子 人很害怕 來反映出神的美好 或者用人 有些人信了主之後 不怕 來形容出神裏面的美善 但最主要 讓人看到 神真的好得很厲害 他真的裡面是完全的 是完全是平安 完全是不愛 一點怕都沒有 所以有些人 臨到死殉路的時候 他可以不怕 我們聽到有些新聞 聽到有些人被殺死 我們會覺得很害怕 但其實從初期教會開始 一直是有很多基督徒被殺死的 他們都是非常勇敢 其實這次就算 大家聽到 在中東那些基督徒被殺死 有人去訪問 他們都說到 他們是非常勇敢的 這就是在神裏面 沒有懼怕 即是我們 Stick to 那些事情 我們想說的 就是說出 始終留在愛 和沒有懼怕 OK 祝福大家 有膽量 是呀 還有 還有 一件事我很欣賞 就是 你說的時候 那些說話有感情的 有些慢一點的 有些有感情表露出來的 你留意說話的時候 不要一句句 我聽過有些人說的是這樣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獨生子 賜給他們 你們信耶穌 就有永生了 句句都是那個速度的 一邊聽世人圈道都是這樣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容易睡覺 但你說的時候 有快有慢 有些地方有力的 我看見到 你選擇了 太久了 你選擇 你選擇 我不可 你選擇 黃金